小葵养了一个龙蛋 一回家就跑到龙蛋身边待着 每天都给龙蛋晒太阳 在小葵的悉心照顾下 龙蛋终于孵化了 哇哦 是一只可爱的小恐龙 这可把小葵高兴坏了 小葵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宠物 有一天 小葵出门了 一个小偷溜了进来 把小恐龙给抓走了 小葵眼睁睁看见小偷 带走了自己的宠物 伤心的小葵找到好朋友大葵子 事情经过告诉了大葵子 小葵 别难过 我帮你把小恐龙找回来 于是大葵子来到了僵尸王国 你们 快把我好朋友的恐龙还回来 想要救回恐龙不是不可以 你只要能打败我的首相 我就把恐龙还给你 要想救回小恐龙 就要打败50个二爷 20个科技坦克 10个巨人 战斗开始 大葵子能打败50个二爷吗 小伙伴们觉得大葵子能赢的请扣111 觉得不能赢的小伙伴请扣222 只见大葵子不费吹灰之力 轻松轻松打败了二爷 面对科技坦克 大葵子还能这么轻松吗 小伙伴们 听说在科技坦克战斗时 长按点赞有机会看见许悦流行哦 快给自己许个愿望吧 最后大葵子成功打败了科技坦克 来到了最后一关 面对实力强大的巨人们 大葵子还能挺得住吗 小伙伴们 听说输入小推车可帮大葵子增加伤害啊 而输入杂技可以增加巨人们的血量啊 谁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就看大家的了 最终在小伙伴的帮助下 大葵子成功打败了巨人 带回了恐龙 大葵子为了感谢你 我帮你介绍两闺蜜 你想认识哪个呢 大葵子看到没你眼睛都直了 小伙伴们 如果你是大葵子 你会选择哪个美女呢